有125年历史的玫瑰花车游行 今年再度在巴塞迪纳市盛大举行 从清晨就有来自各地的观众 在科罗拉多大道两旁耐心等候 当天的游行果然不负众望 有40辆花车、20组越仪队和18个马术队参加 今年的玫瑰花车主题是 激动人心的故事 每一辆花车都是由专业的设计师 精心打造、鲜艳夺目、百花蒸放 主题富有娱乐和想象力 当然小孩看了都乐开怀 今天的花车我想都是经过 很多团队精心装扮的 很多鲜花 就是你走在旁边都会感觉 心情特别的欢快 我们刚才找到了一个 全家人都一起来这么早看 Rose Parade Hello, what's your name? Fanny, my name is Fanny 我叫Fanny 你好,有几个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这是朋友的孩子 大家一起来 他们今天很开心吗? 开心吗? 除了花车 现场也有多姿多彩的表演 有来自不同学校的乐仪队 学生们不只表演乐器 也有团体表演和舞蹈 还有多元化的马术队 代表美国不同文化和种族的融合 玫瑰花车游行里的每一辆花车 都是有赞助商门 花费心思去设计和制作 整个过程是用上六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完成 无论是花朵的颜色搭配 或是采用的素材 都别出心裁 今年的花车大理观掌 是由成宝利集团荣誉获得 花车主题是光明的未来 成宝利集团的花车设计 是以古代传说中的火鸟为吉祥物 还配有浓的图腾 花车寓意火鸟御火重生 自由翱翔天际 鼓励人生要充满希望和憧憬 这次我们这个成宝利花车 也很荣幸地得到大理观奖 总而来讲我觉得 这个花车是代表我们 本地华人的一个花车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花车 对我们的这个象征意义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 也要成为美国主流的一份子 一起去参与他的活动 所以我在这里 首先感谢我们的团队 一起来在这边 帮助我们一起和社会大众 也很多人 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义工 再次地感谢他们 我非常高兴 我们都过来庆祝 Simpoli公司跟天徽 徐先生跟他的团队 在这边非常成功的 因为他们的花车 在今年又得了一个掌 这个是Grand Marshall 那个Award是非常高兴 我们我的岳父岳母 太太 姐姐 女儿 都过来庆祝了 所以祝贺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除了当天的玫瑰花车游行 所有的花车都停放在 巴西底纳市的胜利公园里 可供观众近距离的参观和拍照 成千的观众都来到了 玫瑰花车的参观前 目睹另立四世的花车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 就是荣获大理馆长的 程宝利集团花车 吸引了众多的人群 前来观赏 因为它是一个凤凰的造型 对 有我们中国的色色 所以我们喜欢 然后代表着一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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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种日子 是吧 对 有一种凤凰涅槃的那种 特别美丽的这个景色 Unbelievably the gorgeous flowers and it's a wonderful event I like that it moves Yeah me too I like that it's total flowers And I like it and it's beautiful 这个颜色还有它头啊 脚啊 后面的尾巴都很漂亮 虽然2015年的玫瑰花车 已经落幕 但今年激动人心的花车 有行提醒我们 新年要有新希望 让我们携手并肩 迎接新的一年 这是Asian Media 在巴尔迪纳市的 综合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